各位666宿会的家人,大家现在好,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相信片 周老师录过很多个相信片 而且相信相信的力量真的是人世间最强大的一种力量 今天发生了一件小事 我公司的一个伙伴,也是周老师的一个学生 突然给周老师发了一条微信 老师,我太感恩你了,非常感恩有你,谢谢你,谢谢你 我一收到这个信息就很诧异 因为不可能平来无故感谢我 我就回了个信息,我说怎么了 他说,周老师,我去年对你产生了有一些怀疑 然后业绩一直不好,这个也没赚到什么钱 但是就在这个月,我重新找到了对你的那种相信的感觉 然后我这个月的收入,这个比去年要倍增了将近三倍到五倍 所以我非常非常开心,所以我要感谢你一下 我不知道如果这个信息是发给你,你会什么感觉 发给我的话呢,我没有开心 而是很失落 我为什么会失落呢 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我,让我感觉到我很失落 是因为他不相信我,所以他的业绩不好 然后他没有赚到钱,所以我感到很失落 因为我渴望我的每一个学生都跟我学习拿到结果 因为我渴望每一个我公司的伙伴都能在我公司工作拿到结果 然后当他发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还记得周老师的相信篇吗 你相信我,我才能给你力量 你不相信我,我怎么给你力量 他说是的,周老师我知道了 通过这件小事吧,我真的是搞懂了 为什么很多人他一生也想成功 他也有梦想,但是就是一事无成 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傻傻的相信,傻傻的干 他不能够持续相信 他可能能够相信你一时 但是他很快就会对你产生怀疑 周老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学生 有很多很多的人,我公司的伙伴 因为相信周老师而获得了很多的结果 如果你这几天有看周老师的直播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人 然后一无所有跟周老师学习 变成千万富翁的太多了 然后连麦感谢周老师 周老师的公司的伙伴 加入我公司之前一无所有 背负几十万的负债 然后因为相信周老师加入周老师的公司 几年的时间在深圳买房买车取妻生子 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跟周老师一辈子 因为他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 在周老师这个平台获得的 如果你看周老师的连麦 每天都会有我的学生 还有我公司的伙伴跟我连麦 他们每个人都会讲自己的真实经历 他们为什么能创造结果 是因为他们百分之百相信我 而有一些人跟周老师学习的 他并没有创造结果 然后有些人加入了周老师的公司 也并没有创造结果 为什么 其实就是两个字 相信 我还是那句话 相信这两个字 是穷人 他不可能成为富人的一个鸿沟 或者说叫做穿过富人的真言 一个真言那么小 你要想从这个真言穿过去太难了 就是相信 包括宇宙吸引力法则 宇宙吸引力法则最重要的不是第一步 向宇宙发出要求 而是第二步 相信已经容易 马云先生曾经也说过 因为相信 所以看见 而我们普通人是 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 而且再普通的人就是 就算他看见了 他也不会相信 很多人都看到了周老师的结果 很多人都看到了 很多人跟周老师学习的结果 但是他来到周老师的身边 跟周老师学习 也并没有获得结果 为什么 因为 相信 只有相信和不相信 没有说 老师我相信你一半 不相信你一半 要不你就是百分之百相信 要不就是怀疑 哪怕你有一丝的怀疑 你都不会成功 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 耶稣可以在水上行走 他的教徒看完以后 都称呼为神迹 都摆他为师 耶稣曾经有一个弟子 跟耶稣学习多年 这个弟子突然想 老师说过 他能做到的事 其实我们也能做到 他说 我百分之百相信老师 所以我百分之百相信 我今天也能在水上行走 结果他真的在水上行走 哇 他说的 师兄师弟一看 刚开始很惊讶 突然整群当中 出来一个很不和谐的声音 在水上行走 只有像老师这样的神 才能做到 你一个凡人 怎么可以做到呢 当这句话讲完以后 那个正在水上行走的哥们 他生起了一丝的怀疑 对哦 只有百分之一的怀疑 而剩下百分之一九 还是相信自己 可以在水上行走 结果 就英零的百分之一 扛他一下 不对 扑通一下 吊碎人 这个故事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信与不信 没有中间 信 就能给你立言 不管你信的是什么 他都会给你立言 不信 神也能到 真的 我真的突然惊鸿一瞥 发现了 为什么很多人 他通过学习 并没有很快的获得结果 周老师呢 在培训界属于一个异类 我们培训界的老师 在行内有这么一个比例 叫做 任何一个公司的产品 都不可能让学员百分之百满意 连苹果公司这么牛逼出来的iPhone 也会被很多人唾弃 所以我们培训界 有这么一个行规 那就是如果有百分之三十的学生 上完这个老师的课 拿到结果 这个老师已经很牛逼了 这叫合格率 普通人还是拥拥路路的 他不会因为上那个课 而改变命运的 周老师刚开始进入行业的时候呢 我也挺相信这个行业规则的 但是慢慢的 我觉得当行业都在追求 百分之三的合格率的时候 我为啥就不能够提升百分之五十呢 我希望让每一个人走进我 会场都能拿到结果 周老师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不断地更新课件 不断地做市场调研 不断地跟 就是普通的学员在一起吃饭 正常的老师 都是高高在上 他只跟他最大的客户吃饭 他不会跟那些普通的学员在一起吃饭 而他最大的客户 一般都是最认可的客户 而那些很多人 普通人 他只能买到门票的那种客户 他们不会接触 我有一个习惯 养成了九年 每一次开完会以后 我都会请一个组的同学吃饭 这一个组的同学 不是所有人过了我的课 甚至有些人可能来到我的会场 一分钱都没有花 我会一个一个地采访他 他学习的收获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来到我这里学习 他为什么会没有 报我后续的课程呢 我像一个一线业务员一样 做的市场调查 这个习惯坚持得这么久 慢慢地 我更新课件 我做客户调查 我不断地更新产品 我的合格率可以做到50% 甚至做到60% 但是我依然不满意 我希望70% 80% 90% 100% 我一直在找去那个原因 而就在昨天晚上 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原因 就是因为 很多人 他来到周老师会上 本来就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的 所以他看完以后就走了 还有一些人 他真的愿意相信你 但是 相信你不到一个月 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他开始不相信你 很多人渴望 一夜暴富 很多人渴望 我今天恨不得 我今天上了你的课 我明天就能发财 又能成为一万富 怎么可能 神也做不到 我一直讲这句话 我跟我的老师 罗伯德清奇学习 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才实现财富自由 十年 在这十年当中 我有没有怀过老师呢 没有 一丝丝都没有 这十年 我不停地上他的课程 我不停地看他的书记 我不停地看他的视频 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 我就拿起 穷霸富霸 看一遍 或者抄一遍 那本书都已经被我看烂了 我曾经有一次 大概也就是五年前吧 我有一个学生说 周老师 哇 你看穷霸富霸 那本书 好经典 那本书其实是盗版 那个时候 没有钱买这本书 他看到了那本书 看到了我在上面 做的笔记 周老师 我觉得这本书 非常有意义 它改变了你的命运 而且上面笔记 做得非常非常好 你这样吧 这本书你 你卖给我 我笑笑地说 你准备出多少钱 那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企业家吧 然后也还是蛮有钱的 我出五十万 我说不好意思 我不卖 他说我给你一百万 不是在开玩笑 因为我很清楚 他的实力 然后 当他说到一百万的时候 我知道如果我同意 他肯定会刷卡 但是 那个时候 我的心特别特别痛 我不是很开心 而是很失落 我说了一句话 君子 不躲人所爱 他周老师 什么意思 我说这本书 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陪我走过了 十几年的青春年华 他对我很重要 莫说一百万 你给我一千万 我也不会买给你 当他听完以后 他很诧异 他真的很诧异 其实我说完那句话以后 我也很诧异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那本书是我的信仰 很多人把穷把腹把那本书 当成了一本书 而我把它当成了我的信仰 所以我能够拿到结果 我百分之百相信我的老师 当网上爆出来 富把其中一家公司破产了 富把神话破灭了 教你财务自由的人 都破产了的时候 只有我不相信 我很清楚我老师的实力 多年以后我去到美国 我才知道 富把旗下有上百家公司 其中一家公司跟别人打了官司 输了 要赔别人上千万美元 我的老师把这家公司申请破产 你分钱不用赔 他的旗下一家公司破产 跟他个人的财富 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这是基本的公司法 在中国我们在骂他的时候 在美国有无数人在称赞他 因为就像富把奖的理论一样 财商有四个能力所组成 一个是营销 一个是财务知识 一个是投资学 那第四个就是法律 你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避免你自己的损失 这是多么高超的财商 创造财富有四个阶段 财商把创造财富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创富 第二个是首富 第三个是用富 第四个是船富 我看到我的老师做到了 所以我百分之百相信我的老师 在座各位 我真的是特别渴望想呼吁 你这辈子 你必须得找一个偶像 你必须得找一个目标 你想成为的人 然后百分之百的去信仰他 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就像周老师信仰老婆的亲戚一样 就像 马云信仰道森和夫一样 就像道森和夫信仰王阳明一样 就像科比信仰乔丹一样 科比的偶像是乔丹 他要超越乔丹 乔丹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所以真的 你的信仰是什么 你说我没有信仰 那你这辈子有可能真的会一事无成 找一个目标 找一个偶像 去百分之百的相信他 他的力量就会为你所用 就这么简单 销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就一句话 我百分之百相信我的产品 我百分之百相信我的公司 我百分之百相信我自己 你自己都对你的产品没感觉了 你的产品怎么能买得出去 什么是销售 信心的传递情感的转移 你在我公司做业务员 我就是公司的产品 你对我产生的怀疑 就相当于你对产品产生了怀疑 你怎么可能把产品买得出去 业绩怎么可能好得起来 你是我的学生 你想像周老师一样年少富有 你想像周老师一样实现财富自由 结果你不相信我 你跟我学完以后 学了一身本领 结果你不相信我 我的这身本领会为你所用 划天下之打击 送给大家一句话 你信我能 然后当我辅导我这个伙伴的时候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好我知道了 信强哥得永生 我说你别 永生这事不给我管 信强哥得财富 这行 我非常非常爱我的每一个创业伙伴 我也非常非常爱我的每一个学生 我跟他这段对话 不是为了挖苦他讽刺他 是为了希望能够把他唤醒 因为我很清楚 他曾经有怀疑过我 就有可能出现下次 就现在网上有这么一句话一样 叫做 打老婆的次数只有零和无数次 一个男人打了你一次 你还跟他在一起 你还跟他结婚 这就证明你愿意被他打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有时候人的逼动是靠 是自己亲手给自己创造的 还是那句话 啥都不说了 第一 找一个老师 或者说导师 百分之百的相信他 把它当成你的信仰 第二 把你的公司 老板 你的整个公司 你的产品 你一定要百分之百相信 才能买得掉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也希望所有听到今天这个音频的人 好好反思反思 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有没有怀疑过 可能你连你自己都怀疑 你连你自己都怀疑 你怀疑这个社会 你怀疑你所在的城市 你怀疑这个时代 你怀疑整个世界 怎么可能成功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一辈子活在怀疑的状态下 恍恍不可终日 而百分之三的人 活在相信的世界里 经营企业就是经营相信 把相信推送到信念 把信念升华到信仰 马云老师在去年阿里的年会上 说了这么一句话 二十年前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只有梦想 而我们今天 所有的一切都实现了 为什么 两个字 相信 因为当年 我和我的十八罗汉 在创立阿里巴巴的时候 我们是因为先相信 所以后看见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当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们的时候 只有我们傻傻的相信 傻傻的相信 傻傻的干 傻傻的赚了好几千万 希望 大家 深度的思考一下 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一定会对你起帮助 真的非常非常爱 我的每一个学生 和我公司的每一个创业伙伴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通过跟周老师学习 获得成就 这是周老师最大的骄傲 只要你听了周老师的音频 哪怕你没有付周老师 一分钱一毛钱 我也希望你能成功 真的 周老师这份心 我相信 只要是认真听我节目的 都能感受到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 爱自己